聯合國一個特別調查小組指責緬甸軍方在去年鎮壓羅興亞穆斯林的過程中以種族滅絕的意圖實施了多種暴行 呼籲進行國際調查並起訴軍方的高級將領 在這個聯合國辦公室星期一在日輪瓦發布的這份操持嚴禮的報告中 調查小組認為緬甸國防軍總司令敏昂來和另外五名將軍應該受到種族滅絕對人類犯罪和戰爭罪的審判 這個小組呼籲聯合國安理會將這宗案件提交給國際刑事法庭 或者建立一個臨時或者特別的法庭對此進行調查 一個由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批准的小組在採訪了數以百計的羅興亞難民的基礎上射出這份報告 在緬甸軍方發動攻擊回應羅興亞民兵對安全收集發動的一系列攻擊後 大約70萬羅興亞人被迫逃離他們在北部若開邦的家園跨越邊境進入孟加拉 目擊者揭露了各種暴行包括集體強姦、焚燒整具村莊以及法外殺戮等等 報告認定緬甸軍方採取的行動和事實上受到的安全威脅嚴重不成比例 調查人員還譴責緬甸事實上的領導人昂山素基未能行使他的權力和他的道德權威 制止羅興亞危機發生 昂山素基因為曾經幾十年前與緬甸前軍政府的鬥爭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但昂山素基因為沒有為支持羅興亞人而發聲 他的聲譽在國際上受到損害 注意看 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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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人